這是看人緣,你給他看馬文君人緣 馬文君人緣這麼好 你說聽馬文君還敢這麼多人 這聽馬文君,戰鬥人聽馬文君,馬文君人緣好啊 童話故事,大家可以去人家 徐小欣這問題是這樣 因為這群人搞不清楚徐小欣是在無聲 對,這搞不清楚 然後每個人都在觀望 都在觀望,所以辦這個活動 基本上大家也不知道去做什麼 真的會搞不清楚 因為現在狀況不明 徐小欣也講不清楚 對,然後他請這些同志們 在電視上幫他講或是怎樣 資訊如果不完整 大家講的都很保守 然後他還去罵他 那你如果講的太保守 他就覺得你沒有挺他 李佳楷就是這樣 李佳楷就是這樣 所以李佳楷現在被人家排擠 你告訴我這幾個都去看 只有七個立委 馬文君、徐欣寅、羅志強、林佩祥 賴士寶、高金跟紐許廷 還有陳玉珍 還有陳玉珍 但是高金不是國民黨的 對,現在這個最特別的是江宜珍 因為江宜珍叫李佳楷是同議員選區 他都是土素生意 所以他現在 他去湊李佳楷的 他去湊李佳楷的 沒有忽略 怎麼有辦法 這已經是中間的啦 所以這江宜珍是中間的啦 八八同一個選區 今天也有選區的啊 林津潔也有選區的啊 林津潔也有土素生意的啊 所以現在看到李佳楷 李佳楷 這整個都射掉了嘛 這個都是合理的啦 林津潔跟江宜珍 都是跟李佳楷同選區 都是同選區 對沒有錯 所以他們兩個去弄一下 那個贏一個李佳楷 這也是合理啦 合理個頭啦 合理 怎麼會合理啦 這個 他現在就有一個拜殺國王外交委員會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去挺許曉欣 對 要做什麼 要警告外交部 要車輪站 叫外交部撤告 對 為什麼其他案子都不撤告 其他案子都不用 就是一定要外交部撤告 因為他們知道外交部這一條大條 沒錯吧 不然他們為什麼要全部圍外交部 叫外交部撤告 因為外交部這場是最有可能會成案的 這個案子無法撤告 因為這是公訴罪 好沒有問題 無法撤告 外交部 外交部如果軟弱一點 外交部說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機密啦 當時我們核定機密等級的時候 孔有物啦 孔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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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有物是個人名是不是 孔 那外交部如果軟弱下來 那檢察官搞不好 結果就說 好啦 反正你們外交部都覺得這不是機密 但是沒有辦法 證明他們跟吳釗燮 禮拜三 禮拜三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背行的外交部長 叫做吳釗燮 哎唷 他就絕對教你拚了 對 他絕對不會理你的 所以這一場他們想要再透過這一場 叫這個外交部撤告 很難啦 這是吳仲憲出的軌跡啦 怪招 怪招 不好 這條不好 好 那這些人現在挺心小心 吳釗燮最衰啦 說實在的 大家互相 他說以後大家都會互相 大家互相就相處得住 沒有 相處得住 是你自己加碼 就是說台語練習說大家互相一下 互相一下 就是說互相幫忙一下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互相 我們就獨立個體 可是問題是吳釗燮 禮拜五就道歉 對 李家凱已經道歉 李家凱道歉之後 他把通道都退囉 各位新臺派 我們五月都看不到 李家凱了 李家凱躲起來 就徐曉青還在週末的節目說 李家凱這個人很雙面 李家凱的道歉 不是在他的臉書 也不是發聲明 他是公審 一堆記者 然後他是公審 那個要有勇氣 我不知道還以為李家凱偷吃 被拍到 那個要有勇氣 你像我以前是台中市 叫我起來道歉 我是說 我感覺真抱歉 很抱歉 很抱歉有沒有道歉 不見得 我覺得這台 我感覺很抱歉 抱歉就借過的意思嗎 所以就是還好 但是這個用字很... 你要說很減少 這個用字要很精準 但是李家凱他是出來面對的 對啊 他說什麼 造成黨內困擾會改進喔 我會好好的來改進喔 因為李家凱 因為我們都跟李家凱上過節目 李家凱跟葉延之不一樣 李家凱算他們最高義的 對 你看那蕭敬妍嘛 很滑溜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再害蕭敬妍了 葉延之更會閃對不對 李家凱加油 這個禮拜不能散沒關係 下禮拜再來 接上來談私自列車 對 我覺得一件事 你看朱立倫 你看朱立倫 朱立倫之前對許曉星 洩密案件 有任何表態嗎 沒有 直到去出席他們智庫的記者會 今天他才講許曉星 重要資產 那換言之他忍了多久 他也在疑慮 快一個月了 三個多禮拜了 結果講話 回過頭來 戰鬥欄站在那邊 是 你記得一件事嗎 選舉的時候 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戰鬥欄 提出共同政見 好像去了57還58個 除了不分區以外 提名超過一半 站在戰鬥欄 對 戰鬥欄對朱立倫來說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威脅 盲刺在表 因為2025年要選黨主席 對 他會是一個 朱立倫的壓力 那立法院 立法院現在朱立倫控制得了嗎 很難 是 他現在對立法院的控制 控制能力也很低啊 對 他反而因為2025年要選舉 他反而希望大家支持 所以整個黨主席 一倍輸下去 全黨沒有退路 對 全黨沒有退路囉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國會的辯論 就是說幫 許巧新的辯護模式 其實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模式 奇怪到全部人都上車 全部人都上車 江啟成原本要下車啊 一把被許巧新抓回車上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所以我才會把 在之前我會把那個立法院的那個議事 議事的紀錄拿出來嘛 交外交國防委員會 對 他是一個查照案 交外交國防委員會 什麼意思 就是交給你審查嘛 對 許巧新拿起來 你看這個這個精密 還那個保密十年 怎麼樣怎麼樣 對啦 他上面寫保密十年啊 那你拿到的是完整版欸 對 他有對你保密十年嗎 因為你是監督者 他必須給你完整版 是 那你今天講這麼多 我不曉得為什麼大家要輪班上車 而且 你看那個LINE的群組裡面 馬文君 13號 為什麼你也看過LINE的群組 啊 我不曉得有人跟我講 你又混在人在LINE群組裡面 有人跟我講 莫底的 桌子底下 塑膠底下 躲在LINE群裡面 你要搞清楚 所有人都可以說 外交國防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我們輪流去幫許巧新講話 唯一不能講的是誰 誰 馬文君 因為他招委啊 他招委 你排一個議程讓大家來 輪班上陣喔 那就表示什麼 你在濫用招委職權喔 對 你在濫用招委職權喔 你那個招委職權是為了個人 為了袒護個人而行使喔 這是有問題的喔 我常講立委三大職權是什麼 立法權 預算權跟執行權 你現在動用了執行權喔 對 你下會期審預算的時候 你會被砍殺 你會被砍殺 會 對 如果到最後外交部死不妥協的時候 你要不要修法 修改法律修法 全用啊 拜託 國民黨你不要三大職權 全部用在偏袒 許巧新喔 那我們的法治面全垮喔 對 所以我會說喔 國民黨喔 拜託 就讓黨內 有不同的聲音 讓李家凱 好好的活著 對 好不好 不要讓李家凱心聲恐怖 還要開記者會道歉 對 許巧新你也知道心聲恐怖 要去告別人 對 你也要考慮一下 同黨的人 只要講一些不同意的話 對 就要被臉書灌爆那種心態 是 他也會心聲恐怖啊 會 何必這樣 而且 許巧新的個人行為 非國民黨行為 為什麼一定要把國民黨 跟許巧新連結起來 莫非 許巧新已經是國民黨的共主了喔 大家不能讓共主倒喔 2028要提許巧新喔 他是空戰總司令沒有錯啊 空戰總司令 不能讓他倒喔 是 所以總司令一聲令下 不同聲音的人 你就得收簡訊嗎 對 好吧